R.J.GAM.SQUAD OK 今天繼續我們的精靈寶可夢太陽篇 好不好 我們上次打完毅力馬隊長 所以接下來要往他的試驗區了 OK 要去二號的道路 洛托是不是 洛托 那我們現在 我其實不知道二號道路在哪裡 那港口這邊是已經打完了嗎 所以我們就往這邊走吧 Let's go 看看到底什麼時候去到那邊 欸 莉莉愛叫住我們了 來看一下 我今天應該可以把我的夥伴喵那個 進化成這個 喔 下一階代 張承惠不知所措 他現在訴諸心事給我們聽 我就 我去看完衣衣衫好像那個咳嗽比較好一點點 也不會買衣服 對了喔 有人說說可以去買衣服 但是我們已經挑戰過了 諸島巡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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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Chinese not English 古書上這樣寫的 第一次跟上 我想說現在這個時間玩這個應該沒什麼人 而且我覺得好像最近比較少人在玩這個 大家可能都破完了 我還在這邊第一輪還沒過 OK 莉莉小鎮 如果見到卡普烏烏 OK OK 耶 要努力通過考驗喔 好不好 算是幫我們鼓勵加油的啦 好不好 有一個這個 知心的這樣也蠻好的 二號道路的前方 好像之前看過 要努力通過考驗喔 我會為你加油的 喔唷 我看到哈拉了 跟哈拉講一下話 正好馴服了肯泰羅 喔唷 所以該不會今天我們可以騎他吧 Nice thank you thank you 耶 我們來摸一下我們的肯泰羅 不謀 喔 沒有 沒有 沒有玩GTM 感受到你對寶可夢的熱情了 不過 竟然想去 欸我覺得這個島嶼蠻厲害的 他都可以知道他要幹嘛 我們都不知道啊 他要跟我們玩追逐遊戲 所以我們要跑步嗎 欸 安安老鬼 二號道路另一邊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羅 我們走吧 不去 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Let's go here we go here we go OK 欸 這邊又草地了 我們似乎又可以農一下怪人 然後這個是訓練師嗎 在二號道路上草叢要晃就要小心喔 所以二號的這個怪物比較不一樣是不是 有時候還會得到道具 太好了 走吧 這裡既然在晃 我們就來看一下 唉唷 喔 很像地盾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星怪 耶 野生的木下立士 這個土的我應該還是用那個火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 那他應該是草系的 所以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草系的 所以我們用火來試試看吧 Fire watch watch 土土看 唉唷 不是很痛耶 不是很痛耶 糟糕囉 我該不會死掉吧 幹勁始祖 有效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用火焰牙試試看好了 火焰牙 Fireteeth 我可以抓了可以抓了 我們準備抓他了 他都沒有對我們用攻擊性了 我們可以來抓他了 我新的寶可夢又要進入了Pokedex Let's go 唉唷 一球入魂嗎 1 2 3 Ka-chan 我們抓了新的寶可夢了 木下立士 太好了太好了 唉唷 可以照料一下 燈燈燈燈燈燈 我覺得聽到他這個 這個獲勝的這個音樂呢 是還蠻可愛的 新的耶 木下立士 唉 等我一下 OK 056 登入完畢了 美人美圖劍又增加了1% 10%了 他是格鬥系的耶 像是之前那個 我忘記叫做什麼了 一代的那個叫什麼 先否 OK 我們要多一隻木下立士 我們這個把它放到我們的寶可夢裡面 然後送一隻回去我們的電腦裡面 嗯 我就先把代代獸放回去好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卡比獸了 小卡比獸 沙瓦 啊 對對對對 果然知道我要講什麼 厲害厲害 然後 我們再四處晃一下 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是要 跟著這個肯太羅走走看 然後走到二浪那邊 我們再繞一隻看看 看不可以再抓到別的 我們一個地區大概繞個兩三次啊 慢慢晃 這樣等級就慢慢提升 唉唷 催眠魔 催眠魔來了 今天又多了幾隻新的了 太好了 催眠魔應該也是超能力的對不對 我還是繼續用火好了 應該是可以的 安安安安安 Fire 一半了一半了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喔NO 呵呵呵 我小心把他打死了 喔 一百零的經驗欸 凱西十幾了 五萬五萬 還沒還沒吃飯 還沒吃飯 等一下打完再去吃飯 又是這個 又是他 這隻不用抓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 OK 我們獲得六十一的經驗 欸我升級了 已經到十七了 那怎麼進化呢 OK 要進化了 我的夥伴鳥 OMG 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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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二代叫做什麼 encouraged 刃燈燈燈燈 Despite我們一路以來的 最重要的角色 總算的進化了 欸沒我會我會 帥欸 變炎樂喵了 又更酷炫了 會不會我們等級不夠不聽我們的話 跟小智的那個噴火龍一樣 OK 我們有了夥伴喵了 變炎樂喵 太讚了 耶耶耶 順利的晉升了 太讚了 他身上掛著火焰鈴鐺 會噴出火焰 火系的 太好了 下一步 應該會更強啦 來吧 有一個訓練師 先馬上跟他PK一下 你要達到姊姊的考驗 應該可以啦 我們打擾他再繼續往前進 還蠻漂亮捏 他就說紫薇 紫薇 紫薇好像以前那種什麼哥哥之類的 紫薇 喔 他有鬼屍耶 鬼屍是那個幽靈系的呢 那我用什麼打比較好 應該火也是可以吧 喔 現在那個生命也變比較高 我們直接用火花來 COME ON 火 喔 好痛好痛 喔 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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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就KO掉了 太強了 我的SJ 厲害喔 喔 錢好多 288 288 288 好開心啊 我們繼續往前走唄 看看這裡有遇到誰了 穿過草叢再繼續往前走 你就可以到達寶可夢沉睡的墓園喔 訓練室都會來掃墓 欸 旁邊有個草堆我們再走一下 拜託拜託再來一隻沒有的 再來一隻沒有的 我要去一下 又是喵喵 這樣吧 就當做練等級吧 好不好啊 我發現我從頭到尾都用這隻來打 然後其他的我都沒有在管他 好吧 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 前面就是我們的任務點了 這是不是也有 呃 肯奈魯耶 哇 好酷喔 好棒喔 他可以坐在那邊耶 只要學習瞬間 我跟稍微 我都習慣每間房子喔 進去看看 看看什麼東西可以 裡面可以拿的 像我們之前呢 去一些地方拿呢 就都可以拿到一些東西耶 或是可能會有一些額外的任務之類的 這裡還有高爾夫就看 看得出來 這家人是個喝給人 沒東西 好多獎盃喔 我就好像每去居然在家裡面都要睡個覺 沒有人用過了 散發著清香 又有一個小子 不知死活的小子 奇怪 上次有個觀眾跟我說 不是說十歲 小隻說十歲才可以當寶可夢訓練師嗎 怎麼這麼多小朋友呢 易廣 很像台灣人的名字 易廣 來吧 獵雀耶 這隻也沒 我們還沒抓到 獵雀我們再繼續殺一下 這個應該用火就可以了吧 殺麻雀 去吧 死吧 Yes 秒殺 小朋友等一下又哭哭了 48的經驗 還蠻快的耶 等級真的練得蠻快的 要學習定身法嗎 我們來看一下定身法有什麼好了 這是臭泥的部分 我看他定身法可以幹嘛 阻止對手出招耶 這個要學啊這個要學 那我看哪個不好 變硬這個可能就不要了 我們就忘記這招 然後學我們的定身法 OK 成功了 我們臭泥學會了定身法 那目前我們就攜帶這幾種不同屬性的 這個 包可夢呢跟隨著我們這樣子一直吸趴 好吧我們繼續往前走 來了 喔呦 這隻會飛耶 孤屋 他叼著我的包包不放 好像要帶我去樹果園 說到樹果我還不知道怎麼用 來到了 發生什麼事了 走吧我們進來看看 嗯嗯嗯嗯嗯嗯嗯 這裡就是樹果園 這可以採嗎 好像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 骷髏幫又來了 骷髏幫又來了 無聊的樹果 我們骷髏隊是用給你面子啊 這兩個手下敗將呢 居然還敢來 連寶可夢不如 所以這次我們還要面對 欸小朋友被秒殺 居然這個小子 欸他還記得我耶 來了 所以他現在在挑釁我們 想逃走 看看是不是一次打兩個 應該也不是喔 又來了 為什麼他們出場都這麼帥 挑戰手下啦 吹眠魔欸 吹眠魔欸 喔我也想要吹眠魔啦 好好喔 來吧看我們岩斑喵得厲害 好吧 現在我們的血是滿的 直接來給他火化一下 他是十幾了 我目前已經十七幾了 去吧 Fire Flower 他用排擠 喔又打我嘴巴 不過不痛欸才3D而已 再一次要他死光光 去吧 OK 喔還沒死還沒死 再來個 喔擊中腰 再個火影牙就好 我們平均分散 不然待會PP用完 去吧 就決定是你啦 倒下來 然後他們又趕快跑走這樣 欸又有經驗了 沐下歷史也到C級了 他那表情也太那個了吧 驚嚇到了 真的假的 未免太強啦 說得也是 沐浴洞窟的話就在附 沖浴洞窟啦 沖浴洞窟 沖浴洞窟 OK 所以他現在也在提醒我們 那個我們要去那個洞窟的附近了 喔沐浴窟 對不起 我講到沐斑窟 沐浴窟 他給我們謝禮了太好了 沉沉果 所以那一隻 寶可夢是他的是不是 所以他帶我們來這邊解救他 可以讓他恢復活力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他 會讓寶可夢吸到 喔真的喔太棒了 樹果要撿起來 那我們可以直接給他裝備耶 我們替換看看 看看用沉沉果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反正有什麼果實 這個就是果實嗎 莫非這個就是果實了 沉沉果耶 又有沉沉果了 還有樹果 都拿 廢宅果 看著我肚子都餓了 好多沉沉果 所以如果以後沒有果實 就可以來果園這邊拿一拿 這間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進不去 很喜歡闖人家的空門 欸是剛剛那一隻 啾啾 啾啾 他好多啾啾喔 啪啪啾啾 啪啾啾 這裡喔電視我就不想再開了 這裡還有個門 整間都是這個耶 好我們再走吧 沒什麼喔 那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走啦 Let's go 2號道路 這邊看一下 有用的告示板 好 沒什麼重要的話 又有一個啦 登登 最喜歡遇到這種東西啦 看看又是什麼奇怪的寶可夢 來了 這個叫客小鈴 啊 客家人嗎 客小鈴 木棉球欸 也太可愛了 這個一聽名字就覺得是草戲的 所以用火一定是沒問題的 我覺得我這一隻幾乎快通殺了 戰鬥一下 火花 去吧 噶噷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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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sso 妙桑 可怕 欸好強喔 是因為什麼前面等級喔 groo了一下就打比較輕鬆啊 我沒贏了背包客了 240 太OK啦 沒有話跟我講吧 好吧我就不要理我 欸再來繞一下 欸這邊有一隻草叢的 快快快來隻不一樣的 誒 烈雀要抓一下啦 烈雀我沒有 還是有啊 我烈雀不知道有沒有 好像沒有 我記得沒有 我們咬一下他吧 然後等一下給他抓一下 去吧 餓啊 來不及抓 我忘記有沒有 好像有欸 好像有啦 好 那放棄 前面有一隻有陰影的 我們來看一下那隻是什麼 遇到了 我們遇到了 又是木下立士 著傷好強喔 射擊了 卡比獸射擊了 舌田欸 舌田要啊 這他的招式欸 又有訓練師了 又是小朋友 來吧 對戰看看 我有女的 叫做陳慶 這明明是男生的名字 怎麼會是女生呢 超奇怪 萌芒 蛤 看起來是有點噁心又有點可愛 來吧 這個應該也是用火燒就沒問題了 一隻喵在手 喵用無窮 去吧 順殺 今天已經三秒殺囉 好可憐的萌芒 萌芒 萌芒 OK 木下立士12級了 我該不會等下每一隻都 都進化吧 我比較想要看小卡比獸進化 Yep 登登登 OK 我們陸續在 欸 這邊有神奇寶貝中心欸 欸 遇到了我們的Partner 哈烏 你的寶可夢還好嗎 很好啊 為什麼沒精神 難道他當 又一個可憐的小孩 好吧 我們去一下 順便把我們的稍微用一下齁 整理一下 說到 沖浴洞窟是和卡普烏烏有關係的地方喔 只有被駐到巡擬的活動中才可以進化裡 喔 他有給我一些道具欸 三個活力碎片 我們幾乎都沒有用到這些東西欸 這都是復活那種的 友好商店也不同店賣到鞋片 唉唷 真的喔 我要去咖啡區 好吧 我們就給他進化一下下 休息 喔 休息啦 不是進化 講錯了 治療台 欸 有一顆是用藍色的欸 所以你用 不同球丟出去抓到的那個圖案呈現就不一樣 他剛剛說不同商店賣的就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下 友好商店 不是 都差不多嗎 除蟲噴霧欸 欸 這個 繩子我們是要買一個 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用那個 還沒有進去洞窟嘛 我先買一個被繩 喔 買兩個被繩好了 兩千塊買 買一個 然後除蟲噴霧好像說就是 你 你 比你小的那個不會遇到 對不對 我們買兩個好了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要去農怪 所以暫時是不用 那你 什麼也不需要 那這個呢 這個一樣嘛 那就不用了 那我們再往這個洞 這個洞窟就是洞窟了是不是 這裡啊 隊長來了 我是伊莉瑪 他的考驗就在這邊了 只要往前走幾步就會到了 住在 沖浴洞窟裡 寶可夢是相當然對付的 準備好商藥之類的道具 之後再去挑戰吧 那我商藥可能要買一點點 在考驗結束之前 是無法出來的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 因為東西買不夠 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了